大家好 歡迎收看9月9日星期一的SELSEY GROUND 再來我陳議題和大家總結港股開放 人行全面降準的消息逐步被市場消化 今日港股表現反覆 恒指高開52點 一度上揚117點 刷新度一個月的新高 但就後徑不計 反覆轉跌最多81點 收背26681點 微跌9點 跌幅0.04% 掛指高開29點後 同樣是好淡拉腳 收背1417點 錯13點 跌幅0.1% 達市成家金額縮量去到724億元 看看重榜籃籌股份的表現 騰訊收報342.4微 錯0.3% 友邦和匯控就上行0.4%至0.5% 醫藥股份普遍會調 中生製藥和石藥是表現最低迷的兩者藍手股 分別下載4.2%和2.8% 達和相信 下半年內地汽車市場改善 對行業整體展望正面 汽車製造商 全線走高 其中國子股新貴吉利 8月總銷量 按月有一成一增長 創到13.461個月新高 收報13.42% 大升5.2% 令跑藍炒和國子股 上星期 美國石油轉井的平台數量 連續第三週下降 國際油價向好 三桶油集體創到最少1個月新高 上揚0.2%至3.3% 蘋果公司新機面勢前夕 手機設備股份續強 順宇實現白連揚 創到120.4的52週新高 收報117.5% 上行0.9% 水星微升0.2% 板塊當中 優泰創越高 推升2% 部分5G抗炎股份也有強勁表現 見到中興收報23.5% 大力飆升超過一成 長飛也大升6% 特別關注到南方能源獲得納入 深港通明燈 今天也有強勁動力 創到一個月的新高收報1.16% 急升近5.7% 今日的收視講到這裡 明天再見 更為了 邊緣